对对对 你最上气的啊 我们是门嘛 我是保险箱 保险箱 我是小偷吗 小偷不小偷 你不能演 他得行为决定 我是茶壶 完了 你高了 打开保险箱 你得停下来 给你指令 好 好吧 不能说我一进来 就演个快 进门之后 左右看看没人 静止走向了保险箱 好 一备开始 我们是卷闸门 对 他就自动掉下来了 门坏了 我们改转门了 转门吗 转门吗 左右看来看没人 他是卷闸门 密码 密码改了 我们俩门得认真 哦 对 突然门外出现了脚步声 脚步声渐远 停电了 不是不是这个商务名叫什么保险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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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怎么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反锁 我们俩现在是电能 对电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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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他演的怎么样 其实刚才他露出了一个我们演戏都犯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喜欢标签表演 真正的小偷进去偷东西 他绝对不会说 不会这样的 我是小偷 对 肯定不会 对 他肯定是以最正常人的方式进去 嗯 但是外面有脚步声 你用你的行为 把你一躲起来 知道你是非法到这儿了 哦 或者你不该到这儿了 你看 外面有脚步声的 你应该一躲躲在保险箱后的 我躲在那茶壶后面 茶壶是主动过来的 前锋啊 肤浅啊 肤浅 他还算是可以 他在开箱子就是外面脚步声之前 他心里脑袋跟观众一样 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哦 但是我说的密码改了以后 就开始想了 我跟这个保险箱 他不是老来开的 还是我偷来的 对 脚步声之后他清楚了 你看 又上了一堂课呀 诶 真的学到了